有一個殘障的朋友 他就中了這個詐騙集團的記憶 因為詐騙集團 每天跟民進黨這些高官 民進黨在台灣是執政黨的 所以他就信了 咖啡片五七十萬 血本無歸 這種窮人的錢照樣騙了 他為什麼敢騙 因為有民進黨替他背書 可是他們要是看今天 民進黨執政的這些 不能讓台灣再讓民進黨 繼續的糟蹋下去 所以這個禮拜 台灣其實最熱鬧的 是一個詐騙集團案 詐騙集團的首腦叫做曾國偉 然後跟民進黨這些高層 平常吃飯喝酒 那他騙了多少錢呢 也不多啦 新台幣25億多 到目前為止統計的 受騙的人數大概5000多人 你知道台灣有一種錢 就是政府認為說你有殘障 譬如你有小兒麻痺 你車後丟了一條腿 或者你在工廠裡面 手掌被嘎到了 就剩一所可以用 殘障嘛 在台灣政府 他有給這些殘障的人 一筆金貼 因為你的生活比別人困難 其實也不多啦 就是說你還是可以出去工作 可是我給你一個殘障金貼 有一個殘障的朋友 他就中了這詐騙集團的劇 就告訴他你拿錢來 我們幫你做怎麼樣 投資怎麼樣 他省吃鹼用好幾年 存了70萬的台幣 因為詐騙集團 每天跟民進黨這些高官 民進黨在台灣是執政黨 所以他就信了 你看人家怎麼會是騙子 人家跟層級都好 對不對 人家還請蘇嘉全吃飯 蘇嘉全是蔡英文辦公室主任 還有那個警察最高的首長 叫警政署長 警政署長也跟他吃飯 還有合照啊 怎麼可能是詐騙集團 是不是 所以他被騙了70萬 血本無歸 一毛錢都沒有回來 我看了差點掉眼淚 這種窮人的錢照樣騙了 他為什麼敢騙 因為有民進黨替他背書 所以這一個多禮拜來台灣炸鍋了 然後民進黨的候選人賴清德 他不帶敢 因為民進黨裡面有一個立法委員 他是宜蘭選出來他叫陳歐破 陳歐破使用的黃紙 是這個詐騙集團免費提供的 陳歐破平常開的車 他跑行程要怎麼樣 這錢是詐騙集團提供 他說我跟他不熟啊 我世人不清而已啊 你世人不清 你光這些開銷有多少錢啊 每個人幾十萬 黃紙很大啊 車子給你用 這些幾十萬 你跟他不熟 你用人家的錢不熟 所以沒人相信 陳歐破只要退錢 因為民進黨在宜蘭的那些基層的 胡選的人會說 我們沒辦法胡選你 我們沒辦法去告訴大家投票給你啊 怎麼投啊 我們自己都會掉進去 因為這些人很多是地方的議員 所以我們沒辦法挺你啊 所以陳歐破只要退錢 那當然啦 因為他不退錢的話 會影響到賴清德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台灣社會喔 他很多事情 牽動起來都跟嫌疾有關啊 那我在講胡友宜喔 他其實 過去是個優秀的警察 他辦過的案子 全世界的媒體都會刊登啊 我講這個真的不是信口開合 他曾經從雙手沒有帶槍啊 去跟歹徒 歹徒兩支槍 挾持一個小孩子 他去跟歹徒談判 歹徒已經殺很多人了 他空手說服了歹徒 把小孩抱出來 那張照片全世界都登了 台灣怎麼會有這麼勇敢的警察啊 因為歹徒都殺你一個 而且你是赫赫有名的刑事大隊的大隊長 把你幹掉的話 我即使將來被殺 至少我幹過一個警察的高官嘛 可是 他有膽識啊 連歹徒都覺得 這個歹徒叫陳進興啊 都覺得說這個人是聊漢子 各位 民進黨時代一直提拔他 陳水扁當台灣領導人的時候 然後民進黨現在講他不好 你不是很 民進黨讓他當台灣最高的警政署的署長 又讓他當警察大學的校長 他會不好嗎 不好你們那時候為什麼提拔他 他沒有為你民進黨去打選戰 他就變很糟糕啊 各位那你的邏輯在哪裡 所以我們在講 在台灣有時候看 不管你打選戰 或者在台灣 你看很多人零零總總 他有非常多的事 非常多的事 零零總總跟選舉投不了關係 所以 接下來到投票前 我大概也常常會講到選舉 我也希望我們很多海內外的朋友 你如果有親戚朋友 在台澎金馬 那就是麻煩你 勸勸他們 國民黨的候選人比民進黨賴清德好太多了 賴清德是個投機者 那將來賴清德事我會講很多 因為我對他們還蠻了解的 民進黨執政惡意破壞兩岸關係 離間各省中國人的感情 他就是用仇恨在嫌棘的 我講真的 我過去在當記者的時候 民進黨還沒有成立 那民黨的前輩我當然都很熟 你看黃信介 施明德 喜信良 那些老一輩 江澎堅 那些跟我都 對我來講我那時候是很年輕 但是 我覺得他們 那時候認為 台灣應該可以更民主 他們花了很多力量 很多人甚至坐牢 我們都可以感同身受 他們對我也很佩服 這個小伙子這麼衝這麼猛 金門人 是啊 那當然這些人很多人都過世了 他們在台灣的民主之路 當然有貢獻過 可是他們要是看今天 民進黨執政的這些 吐血 裡面最有名是施明德 施明德在國民黨時代 坐牢25年 這個人是很特殊的 他的主張我也不同意 但他很特殊啊 他為了他的理念願意去坐牢 他最近他寫文章罵民進黨罵了半死 他說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這些人是收割者 他不想要過去別人的辛苦 施明德認為他過去坐黑牢 而且他去跑路 他被他自己的人出賣 他很想知道是哪一批人 哪一些人出賣他 那 這個所有的資料當然在政府嘛 因為他被調查局 被警備總部 被那些憲兵這些人抓 他會有一些資料在政府手上 陳水扁當八年領導人 不給他看 蔡英文已經當七年多了 也不給他看 他說讓我們民進黨執政 連這種正義跟示威 我都不能知道嗎 我是被抓進去關的咧 是誰 出賣我 哪一個同志 後來他說 唯一他可以想到的理由就是 出賣他的人就是現在還在民進黨裡面的高官 他們出賣他七八節那時候的國民黨 然後現在的民進黨執政他們又在民進黨裡面當高官 他說他唯一想到的理由 絕對就是只有這樣 那這些人他們在怕什麼 怕施明德 把他們給曝光了 所以你有時候看 在台灣 像我們這種跑新聞久了 認識的人多 我們就知道很多的故事 知道很多的前因後果 台灣的嫌疾非常重要 我拜託海內外的中國人 你有朋友在台澎金馬 幫忙侯友宜拉拉票 我們總要在做一些改變 不能讓台灣再讓民進黨 給機器的糟蹋下去 我們在台澎金馬